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的生态物种也非常的丰富 对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志工 我们都长期在这里 做棋地的管理跟维护 因为这边有很多稀有种 包括动物植物 这个都是在台湾 已经大概剩下最后的棋地 野外的棋地甚至最大的棋地 因为它夏天枯水期 刚好是动物的还指剂 台湾戏边这些蜻蜓刚好 他们就可以很好在水草里面去还指 那到了冬天的时候 刚好这边一些外来种的鱼 那个水温太冷 它也没办法活 所以这边就变成一个 我们叫做一个生态的天堂 老师 那你特别放了一杆 这个植物在这里 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要跟大家介绍呢 好 我们这个可以分两部分来看 一个就是景观 就是它这边大自然 它的那个植物的景观 那我今天放在这里是水生的 第二个是生态 很特别的生态 譬如说我们这边有一种叫做 岩叶结结草 岩叶结结草呢 它会在这里会形成两种生态方式 一个是在水面的 尤其夏天的时候呢 它就会浮出水面开花 那个时候会变成 我们看到水面铺了一层绿色地毯 然后再来是一层紫色的地毯 因为它开花是开在末端 我拿给你看一下 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就是它的花吗 它夏天的时候就很多呢 会跑到水面上来 花虽然不是很大很多 但是呢 它会铺满 这个就是涌叶结草 它开花的样子 然后它呢 叶子圆的 然后这个一节一节的 这样的上来 尤其夏天的时候呢 它的整个水里面的叶子变红 然后我们呢 从水面看下去呢 就是一片红色的森林 但是呢 这种植物呢 它其实它对于水质的要求很高 比如说有污染 我们大台北 像我们附近有很多的山谷 以前我去做调查 都有这种植物 后来有人喷除草剂 做什么什么什么 或是水质污染 就几乎看不到了 那所以我们在我们这个周边 要看圆叶结结草 也是只有我们这一边 比较能够看到 那另外一种呢 就是比较生态很特别的 我们这边有两种吃虫的植物 那现在刚好是冬天 我们只能看到这一种 这个叫丝叶里长 你看一丝一丝的 然后最特别的是 它上面有一个黑点 一个黑点 真的耶 如果从它的 比如说有一些单细胞生物 游来游去变形虫 草吕虫什么这些 那游过它呢 它前面有那个触发毛 然后如果在几秒里面 去碰到两根 然后它就知道这是动物 不是植物 然后它会把它吸进去 三分之一秒 所以只要动物被它感应到的 没有一只可以逃离 就可以吸进去 然后这个黑黑的呢 这个代表它有吃过 它有吃过就变黑了 那没有吃过的就是绿色的 但是这个还 对 这个丝叶里藻呢 在我们这个附近 因为我们这边的东北基隆很强 我们这边还看得蛮多 现在冬天呢 它还长得很好 可是到夏天呢 它们都会开花 也是一样在水面 会铺了一层 那个花朵 金黄色的花朵 然后另外呢 我们这边的最珍贵的是 叫做黄花里藻 现在在野外最大的族群 就剩下我们这个孟湖 然后最特别的是 你来孟湖呢 跟其他的沼泽湿地不一样 都会有蚊子 我们这边也不会有蚊子 好特别 而且发现好像是耶 对 当然蚊子我不敢说完全没有 但是呢 像黄花里藻 它那个捕虫狼很大的结局 都是被它咬住了 甚至吞死了 那个我们这边的蚊子呢 大概有一些被控制 这个当然对于灯隔热什么 应该都会有很好的帮助 它也是一种景观 但是呢 对于生态来讲 它是很珍贵的 我觉得如果观众朋友 有机会来这里走走啊 记得一定要放慢脚步 因为我感觉的出来处处都是惊喜